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這一節 要跟大家講講,畫面看到這位球員 現在他的轉會還有一些阻滯 這張照片的表情,我覺得完美地告訴大家 他的心情和表示他現在的轉會的狀態 講完一星期之前,想跟大家講 你現在看這一節,已經是今天的第三節 第一節就跟大家講了,華古朗的外債 現在暫時的官網,錄音時間還未官宣 第二條片就說了,官宣了 瘋因牽扎臣離開萬連,已經在官方出帖 另外,防中原來還有另外一些動作 不過那件事就告出去了,那是什麼呢?大家可以看看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很多關於轉會 最後一天的問題 就會在這條片,Henderson這條片 那裏有說的,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關於轉會的話,就首先看了 今天第二條片 當然了 有個follow up,有巴友看完第二條片就問 那究竟今晚的轉會槍完呢? 英國時間是11點,那其實香港時間是幾點呢?大家在畫面看到 英國的時間晚上11點,即轉會槍關閉 正正就是香港 明早早的6點 明早早的6點 我所說的,如果拿到extension會到1點 如果去到1點的話 就是那個deal sheet 總之詳細情況,看回第二條片 就會是香港明早的8點 所以 香港明早早的8點 所有東西都塵埃落定 大家請留意 另外有位巴友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說 現在還有沒有flash機的? 原來我剛才 在英超講關於轉會 最後限期這一天 的情況也有說到 原來現在求會要上傳一些文件 去給英超、足協、國際足協那些 就沒有flash機了 不再存在 但是用什麼呢 就是用一些電腦上的fax 或者 你可以scan document 發送email給他們 說真的,如果中間有什麼阻礙的話 英超賽會就會有個最終決定權 接不接受那些文件 大家 記得要留意 好了,說回這件事 還有一件要說 原來就是 關於小小小的補充資料 就是說 除了癮英特辰 官宣了離開之外 文治也官宣了 他將會去勞頓 開心的,其實兩位球員離開 都是去到英超球會 都是一件好事 希望Mangie 在勞頓就踢得好 開始要說Onlinebut這件事了 但說Onlinebut這件事 就不得不提 華古朗這件事 為什麼呢 今天早上跟大家說過 華古朗這件事的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選他不選Cucurella 就是因為 車路士就被他 在聯賽杯上陣了 所以Cucurella 不是Cucurella 是車路士不肯接受 我們一月的 退貨條款 因為我看到網上有人寫 叫退貨條款 我挺騙的 如果我們愛借Cucurella的話 就一定要借足一年 就不能一月給車路士 詳細又是看今天的第一條片有說的 華古朗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 暫時會借外借他 原來 事出有因 其實都很難說現在是雞仙還是蛋仙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我們找華古朗的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剛才今早所說的 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比較便宜 由於他比較便宜 我們就幫到什麼呢 正正就是希望可以幫到Onlinebut這件事去做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個轉目槍 受到FFP的限制 所以 我們 逐分前都要計算了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所以其實究竟是雞仙還是簡仙就不知道 但為什麼Cucurella會在 聯賽杯位車路士上陣呢 亦有一個可能性是因為曼聯就覺得 我們都不找他過來多了 因為他太貴 即是說 可能Cucurella我們又要給外借費 又要給人工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貴 影響了那些錢 不可以用在Onlinebut那件事 相反華古朗據聞 就是沒有外借費之餘 我們只是給人工就可以了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就可能 那些掃佬能組成 就說 如果 左閘是用華古朗的話 就可以找到Onlinebut 亦都跟今早所說的 一脈相承 就是說 如果我們搞定了Onlinebut之後 有多些預算 即是賣到人的話 仍然都可以考慮Cucurella 所以情況就是有變兩件事 原來有關的 另外說回Onlinebut這件事 情況亦都是非常奇怪 為什麼我說這張圖絕對 說到現在的轉換情況 就是跟大家說 Ferrentina的高層 Commissal是這麼說的 關於Onlinebut這件事 我們就 Onlinebut已經跟我們說 他是想離開的 我們亦都想盡量去合作 令到這件事發生 但是他仍然 都是在我們的 合約之下 所以萬一轉不了會 他還是會留下來的 當時記者就問 曼聯 還是加拉薩沙雷 這位高層就說 不止的 其實還有幾間球會 傾近的 所以 說說說原來 富咸 亦都是有份的 Ferbicio Romano較早時就說富咸沒有參與 但是這次 又是 在這個轉換槍裏面 我們發覺Ferbicio Romano說的 跟Sky Sports說的 很多時都是相反的 究竟誰對誰錯 就很難說 因為 我相信原因是因為他們 取得的消息來源 都不同 Ferbicio Romano就說富咸沒有參與 但是 在Sky Sports那裡 正正就是說富咸有份參與這次交易 亦都 他說已經下了BIT 是3000萬的歐羅 或者2560萬的英鎊 想簽 這個 那 到底誰對誰錯呢 就真的要問 Ferbicio Romano這個高層 的Commisso才知道 好了 為什麼 富咸又會突然出手呢 不是沒有原因 又是因為 拜仁茂尼克很想簽到富咸的中場 Gial Perlino 如果拜仁真的簽到Gial Perlino的話 其實富咸就一定要找替補 還有 富咸原來也挺鬆動的 因為Gial Perlino他們的估值 有8千萬歐羅 當然了 拜仁是不是出了這麼高 不知道 但我想雖不中 亦不願意 所以呢 其實 富咸找這個替補方案 除了安拉伯之外 亦都可能跟曼聯有關 就是 麥湯問尼都是他們其中一個替補的可能性 但大家都知道 就是 安拉伯 現在他們就開了3千萬歐羅 2500萬的英鎊 如果是麥湯的話 根據我們看到的資訊 3千萬 韋斯咸出過曼聯都不允許 一定要多過3千萬的英鎊才有辦法 談 亦都曾經傳說 可能 去到4-5千萬鎊 說真的你問我的話 麥湯當然是值4千多萬鎊 如果我要賣的話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就是為什麼富咸會參與 在安拉伯那裏 就是可能 一來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朗朗隔一下 你賣完先 二來就是 麥湯 那裏可能 未必是他們做到的替補 所以他們都要 嘗試一下其他的替補方案 當然 再總括今天三條片的資訊 基本上 安拉伯這件事 安拉伯自己本人就真的做盡所有事 很有趣的地方 就連Ferbicio Romano 竟然在他的直播 這樣跟各位朋友說 他說 各位曼聯的球迷 記住這件事 安拉伯 看看曼聯能否搞得整個轉會 但是 無論什麼事發生也好 尤其是當安拉伯來到曼聯之後 Ferbicio Romano竟然說 希望曼聯的球迷 可以給予一些愛 安拉伯 因為這個人 這個球員真的很特別 他 沙地那裏給了很多錢 他都不肯去 亦都有其他球會想簽他過去 在6月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但是他一直 都是跟對方無論哪個球會談 都是說 我只是想去曼聯 當然了 最有趣的問題就是 安拉伯很想去曼聯 但是始終曼聯 要 參與這個交易 現在當然一直都說曼聯在談 跟Ferrentina 但是 他也是遠距了其他球會 只想加入曼聯 所以他就已經 給大家看他對曼聯的愛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方法 說真的 一個球員等一個球會 去到兩個月禁制 真的是很難得 所以 Ferrentina就跟我們曼聯球迷說 既然為了我們 做了那麼多事 他應該值得 他的credit 以及他的尊重 老實說 曼聯 球迷 不能夠代表他們 但是站在我個人的立場 如果他來到曼聯的話 只要他有心踢 用心踢的話 無論怎樣也好我一定尊重 但是在今次的情況 我相信 我覺得特別之處 萬一他最終 真的來不了曼聯 又或者真的留在Ferrentina 我覺得這位球員 都是很有趣值得尊重的 因為 提提大家 曼聯對他有興趣 不是這個轉回槍的事 其實在上個轉回槍 一月 冬季轉回槍 已經談過 想外借他 不過當時Ferrentina 真的不肯借他 所以 安拉拔 和坦克或者曼聯 真的有很深的 感情 當然內裡為什麼要問 坦克或者安拉拔才知道 說真的 我相信 如果他最終真的來到曼聯的話 肯定 MUT會問他這件事 但是 我也很想跟大家重申一點 安拉拔在我現在錄音這一刻 都未知最終答案是怎樣 但是 我們還有兩件事要考慮 第一 究竟 華古朗的外借是否真的 便宜了一點 所以令到我們計算好數 可以找到安拉拔回來 還是我們今天第一條片也有說 雲迪壁 始終現在都未知去哪 老實說 如果他決定去沙地的話 他還有大把時間慢慢談 因為今天第二條片跟大家說過 沙地的轉回是何時 完結 如果不知道的話記得看我今天第二條片 即是左手邊這條片 軒仔做 版面這條片 那 所以呢 安拉拔 在現在這一刻都未知怎樣 但是過多幾個小時我們就很快知道 如果 稍後時間 因為現在英國也是早上的時間 可能很多事都未搞定 但是到了稍後時間 如果一知道安拉拔 希望他是Heary哥的話 我一定會盡快做影片 跟大家報導 所以今天 轉回場的deadline day 記得曼迷早晨 報住我的 Youtube channel 因為隨時會再出片 以及 如果據我所知 今天這條就是三條片 我如果之後再出片的話 可能Youtube就不會自動派給你們 可能大家真的要報住 Youtube的home page 才會得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OK 今節到這裡 多謝各位傷心 希望今天可以再有資訊跟大家分享 拜拜